运动自由广阔天地 运动开创展新天地 彭广阳主播 不足城市 砸锅其实 纽约大都会队由9月12日到14日 连续三次捍卫主场成功 不仅使得到访的亚利桑那响尾蛇队十分难堪 也在关键的9月时刻 影响美国职棒大联盟MLB国家联会 季后赛外卡资格争夺的形势 大都会队是于9月14日晚间 在花旗球场Cityfield 以11比1击败响尾蛇队 主队于第三局下先持的点 客队全场则只有在第八局上得到一分 大都会队当晚派出现年30岁 日本籍的右头手千鹤晃达 抠队三个主头六局三振对方十次 笑纳本季第十一胜 响尾蛇队目前在大联盟国家联会 西区小组排名第三 国家联会所属的亚特兰大勇士队 洛杉矶道奇队 密尔瓦金酿酒人队 可以由小组出现晋级季后赛 至于费城的费城人队 芝加哥的小熊队和旧金山巨人队 可能获得外卡资格进入季后赛 以目前的形势看来 响尾蛇队 佛罗里达迈阿密马铃鱼队和新兴大提红人队 可能仍然有机会现身季后赛 纽约大都会队目前和科罗拉多洛基队 华盛顿哥伦比亚各区国民队 圣路易红雀队都已经提早和季后赛说声再见 成为例行赛季的非竞争者 然而这些队伍却还是有能力成为杂锅者 搅乱其他队伍完成竞技大事 依据相关球队目前的战绩 战力排定的胜余赛程 教练团的指导原则和球队培育新秀的布置 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前 纽约阳鸡队 纽约大都会队 洛杉矶天使队 匹兹堡海盗队和圣路易红雀队 都具备成为令人头痛砸锅者的资格 彭广阳 2023年9月18日